最近有个话题国际上也挺讨论的 日本核的废水排放 这个引起很多国家 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反对 将那些受污染的水倒入海洋是不值得支持的 它会影响多大呢 关键就是 要不要关心到两年之后我们直接海产都不吃 有没有这么严重呢 好 欢迎欢到来是C对话的 继续是有葳葳和施老板的施老板欢迎你 是 大家好 最近有个话题国际上也挺讨论的 就是日本在核的废水排放 这个引起很多国家 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反对 不过其实似乎好像是美国或西方就没有太多说话 但是好像有看到其实这个排放不是影响全球的吗 所以在这个话题我想就 施老板就这个话题说一下你的意见 你说有些反应强烈 有些反应就没有那么强烈 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 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戴了政治的有色眼镜了 就是有好国家就互相支持 敌对国家就可能会互相指责 那么我自己觉得就是将那些有放射性的受污染的水倒下海洋呢 是不值得支持的 那么当然现在有不同的人出来解释 日本自己都说他放下海的水呢 是经过一定的处理稀释到 就是国际可以接受的水平 那么这个就有待考验了 就是但是日本这次放出去的水呢 和一般核电厂正常运作的时候放出去的水呢 是有点点不同的 或者是基本上是不同性质的 那一般核电厂呢 其实都是用核子反应 来产生的热能 制造出那些能量 是先推动那个蒸气涡轮 但是我们平时那些发电机 多数都是用蒸气涡轮 你烧煤也好 烧天然气也好 都是一部蒸气机一样去推动那个渦轮 带动那个就是磁石和线圈 产生的那个作用去发电的 那问题你那个热能是怎么来的呢 那核电呢 就是利用一些放射性的元素 它在平时它都会产生就是核反应的 那通常它是透过一些石墨毯去调控那个温度的 那正常情况呢 就是它这个石墨毯新日一点 那石墨毯吸收了一些宗旨呢 那它就那个核子反应的速度就会减慢 如果抽一些它出来 它又会高一点 那你用这个方式来调控温度 要不然呢 它反应过大就会 那厂承受不起 那日本就是 就是在上次海啸的时候 这个冷却调节 那个核反应 那个措施 就是那个设施受到水震而破坏 变了它就 就是差点出现熔断了 但是如果变成赤耶诺贝尔 就整个厂都溶掉了 所以它是临急临忙 要用水去冷却它的 那它其实是没有 已经没有第一时间 就等水流出来流入海的 那些受污染的水 拿来冷却那个失控的核反应的水 它是找些桶一个个装住它 装到现在满了 差不多了 那这样就要放出去 那这些水就是 但是处理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失控的状况下去用的 不同正常的核电厂 发电所接触到的反应 还有它究竟里面有多少放射性元素 污染了一些水呢 就是不只是穿这么简单的 因为穿其实是什么呢 穿其实就是超重氢 就是正常的氢原子 这些就是一粒室子 一粒室子一粒电子是没有室子的 这些水里面那些氢原素 吸收了电子之后 多了一粒就叫做重氢 多了两粒就是叫做超重氢 就是现在的氢字 那个氢字里面有两栋就是重氢 有三栋就是超重氢 那这些吸收了中氢的氢原素 它是会经过一段时间 会放出来多了个宗旨 这些宗旨出来就会影响到其他的 接受了它的元素变成有放射性 所以对生物 对周边的环境是会有影响的 不过村就应该那个半需期 就短一些的 很快就会过了那个有危害的时间 但是其他的隔 那些和有关的一些同位数 其实它们的半需期就会长很多 就会影响周边的时间会多一些 所以其实它会影响多大呢 关键就是它放下去的水 那些受污染的水 经过怎么样的处理 有没有其他的放射性的同位数在里面 那我又没有做过测试就不知道 但是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些 不是普通在合发电的时候 在可控环境下产生的污染的水 而是在旧急的时候 临急临忙去处理那些水 就是似诺贝尔就没有 不是用水的后期是将那些水泥 在天空上面掉下去整个厂 用水泥沉包住它 就是阻止那些放射性的物质流出来的 但是日本那时候就没有尽 危急到这样的程度 就是用水去冷却的 但是这些水也是要处理的 其中一个处理方法 就是稀释了之后 就是倒下海 当然倒下海就会影响周遭的国家 那这个就是看它倒下去的水 是稀释到什么程度 处理到什么程度 和一般核电厂放出来的水 是有所区别的 嗯 那我相信附近国家多数都会反对的 是的 那一般的情况都会反对 但是一使用核能呢 都会遇到这种风险 那核能呢本来是比起其他的能源呢 是制造少一点污染的 正常情况你烧煤啊 烧石油气啊都不断在大气层那里排放 碳酸气啊那它就是污染少一点的 但是一旦出现了事故啊 就会出现失控的现象了 这个就是用核能最大的风险 但是以整个世界来说呢 就是平时造成的污染呢 是核能少过火力发电很多的 嗯嗯嗯嗯 就这个就是核能核废水排放这种东西 因为它还是继续的 在用的嘛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堆我排放完大海就没有了嘛 这个是永远都持续下去 这个是正常的操作情况下 都会产生一定的受一定污染的水 但是那些对人体啊生物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不是说有放射性就立刻有问题的 我知道 我们身边周围的物质都有放射性的 晒太阳也有了 本身有放射性 你宇宙线里面都有 太阳光就是热合反应的结果 太阳是无数天弹爆炸射出来的东西 但是光线本身的传播的方式就是叫复射嘛 复射本身是一种能量的传递的方式而已 不是我的意思是它现在用来冷却的水要继续 是不会停的因为它还是活动的嘛 那些水是不是 不是它如果那个核子反应堆修复了 不再失控了 那么它需要释放出来的 这种形式的水就会不需要的了 如果它现在是额外用水去冷却它 是的 它意外后产生的水不是正常运作产生的水 这种水是什么东西 我就说这个什么时候修复一个未知数 就是将来你觉得 譬如我在我的Facebook说我吃日本餐 然后下面留言 你还吃日本餐吗 就是危不危险 就是要不要关心到 譬如两年之后 我们实际是海产也不吃 有没有这么严重呢 现在有政府啊 国际上都会耕责这件事的 就不会说就是吃 当然其实上次海啸之后 都已经有些人说不吃了 也有些国家是不买日本 就是辐射严重的地区的产品 那这个是政府层面会有监察 至于个人你自己对自己那个判断 就是对安全的要求怎么样 我自己就继续都有吃日本餐 有吃的 我想问一下如果就国家层面来说 就是我看到在韩国提出抗议 中国也有 就是那其实就是抗议的 你做不到什么的 如果是日本人孤行的话 也没办法是吗 应该是做不到什么的 就是现在就 当然如果你说 倒下去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那你那个抗议的声势或者采取的行动就会多些 你可能会威胁它 你这样倒下去就会采取什么的制裁行动 但是现在我相信就没有到这个程度 大部分国家都不想其他人把那些东西去 把那些受污染的废水倒下海洋那里 我明白我直接看到有Facebook有些新闻说 其实大亚湾也有的 甚至比日本更多 你有没有听过 大亚湾那些是正常运作的水 那个是可以控制着一定的分量 而日本那些是产生意外的时候 用额外的水去冷却那个反应堆那些做法 那些是意外的时候失控的时候出来的水 那些水那个受污染的程度就不同正常的可控的水 平常的 所以里面那个含量那些是不是比人少呢 那些人只不过是拿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 那那个公布的数字有待 就是独立的第三者去检测的 而且他现在还没放 而且我只是 我当然没见过 我只不过这些水产生的情况 和正常的情况不同 就是我只能够指出这个差异 我现在就不知道 他的衡量哪个高些哪个低些 因为如果是原本比人低的 也就不用存放那么久了 就是如果你说一早发现那些衡量很低的 一早放了也没问题了 所以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在可控环境下产生的核污染 在一个意外环境下失控的情况下 他可能每一桶柱在这里的水 那个衡量都不同的 明白 好 谢谢施老板 就是我发觉你原来什么都有研究 这方面都很深入的研究 不是 那这些是常识 我小学的时候已经读过了 这些当然不在学校读 那这些一般的原始的那个性质那些 不是什么很高薪的学问 谢谢施老板 谢谢施老板 我跟你说 我要 感谢观看